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飆股及先鋒 我是主持人張懷茲 昨天美國的消費者五甲指數 創下二零二一年五月以來的新低 美股收跌 今天台股也是賣壓沉重 不但失守了一萬五千九百點 五日線 十日線也跟著相繼失守 不過還是有很多的強勢 個股不斷的在創新高 像是軍工類股就表現得非常亮眼 到底強勢股應該怎麼挑呢 趕快替您請教專家 第一位是我們的資深分析師 林中祥 中祥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資深分析師 顏志恆 志恆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全脂股表現的相對疲弱 那是不是反而給中小型的題材股 更多的上漲空間呢 到底強勢股在哪裡 趕快替您請教中祥老師 首先這個大盤 因為昨天晚上美國股市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其實是最不好的 因為會造成今天台北股市的賣壓 再加上華倫巴菲特 他講一句話 他說他賣掉台積電是地緣政治 那當然受到這個消息的影響 今天台積電一定在這裡是收黑K 而且一定收最低 對不對 因為今天不管你盤中怎麼搶 他都是跌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今天大盤開低走低 各位我們看一下電腦 今天大盤開低走低在這裡一共跌了128點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圖很清楚 這個今天的平均價錢 今天開低以後都一直沒有站上 然後尾盤收最低 爆出大量 所以買點在尾盤 那各位 我在這裡要告訴各位同學 我們在這裡 每天在這裡告訴你的 都讓你驗證 我私上講一句話 驗證是最大的誠信 當然有的分析師在這裡 漲的時候 他說我的股票漲 跌的時候就不提了 那我問你 你手上有這些股票怎麼辦 跌了以後明天會不會漲 或是漲了以後 明天會不會有更高 對不對 昨天一大堆分析師講 這個儲能概念股 市電漲停什麼漲停 那我問你 你今天跑掉了沒有 金豪哥大漲 你跑掉了沒有 沒有 今天連昨天的最低點都跌破了 未來會不會漲 你不需要去賭 我們在這裡都會明白的告訴你 來看一下加LINE 加LINE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很多同學加了這個LINE之後 然後又打電話進來詢問 老師什麼叫做標股的攻擊模式 對不對 我想你看節目要跟看連續劇一樣 前一天跟你追蹤的股票 隔天要繼續講 除非這檔股票 我們甚至連賣掉了 我們都會在這裡跟各位投資朋友做報告 有買有賣嘛 不是每天買股票啊 沒有賣就要繼續講 不管漲不管跌 而且有加碼也要講 對不對 你這樣子你才有一個操作的方向 來我們看一下 昨天晚上給各位同學的傳真稿 昨天晚上就寫好了 我相信你有加入LINE你都看得到 盤前分析籌碼 好你要分析什麼 四星 我們最近因為四星 我們從五百塊買八百塊買 來到一千三了 我告訴所有的同學們 我們四星不能做長期投資 最多做短線的價差 所以有當衝 我們跟你講有 沒有就沒有 你看一下 外資雖然昨天買六百五張 融資減 為什麼 漲太多了嘛 創歷史新高了 融資不是都獲利了結了嗎 對不對各位 獲利了結了嘛 對不對 很清楚嘛 融券增加嘛 漲太多了嘛 放空一定賺 想太多 各位今天雖然下跌 明天不見得會跌 所以各位同學你要看 好 來再繼續看下去 來各位這裡有一個叫全訓 我們昨天有沒有很明白的告訴你 我們有買全訓 那今天的全訓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各位 今天全訓開盤價叫192.5 對不對 來看一下我怎麼告訴所有的投資朋友 所有的同學 這裡再告訴你什麼 全訓開盤價過192挑戰200 這是昨天晚上寫的 這不是今天收完盤才寫的 你要驗證的不是這個嗎 好各位 我們看一下電腦 它開盤價多少 192.5 最低191.5 對不對 191.5就是昨天的高點 看一下是不是昨天的高點 昨天的高點 191.5 對不對 來看一下 開192.5 所以很多同學啊 看得很興奮 今天還有一些同學 告訴你做現股當衝耶 這麼爛的盤 現股當衝還可以賺個十萬八萬 為什麼 因為他192就買了 那老師說他會過200 那按照我的258的理論 今天最高205.5 對不對 205嘛 短出現股當衝啊 賣掉以後 賣掉以後 收盤價叫做195 又是258 對不對 又買回來 10張 10張就好了 我不要說你100張 他成交量夠大吧 17000多張 你買個10張 買個5張 甚至買個50張 保證你買得到 買得掉 對不對 各位 昨天我怎麼告訴 對不對 192.200 那根據我教你的258 對不對 192.205 收盤價195 好 各位同學 你開始關心了 關心什麼 老師 明天會不會過205.5 那如果明天會過205.5 那我在這裡 我又有錢賺了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各位 我在這裡跟你講 你要加Line 分享 標股的攻擊模式 標股 有量 有價 買得到 賣得掉 你不用擔心 甚至做現股當衝 做波段操作 都可以操作 對不對 各位 長線波段 賺得多 短線當衝 賺得快 對不對 掌握籌碼 你就辦得到 你今天去沖任何一檔股票 都不容易賺錢 你沖台積電 我們看一下今天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 你買任何一個點位 到收盤 如果你買任何一個點位到收盤 一定賠錢 因為他收最低 對不對 還有老師告訴你 515就是支撐了 結果收510 結果515 盤中是支撐收盤變壓力 對不對 515上來有沒有到520 沒有 對不對 但是我所告訴你的全訊 各位看一下 他192 205.5 我們說205 205 195 那 正常來講 明天的開盤價 應該就是今天的均價限 看這一條均價限 看到沒有 這一條有 就是今天大家平均買的成本 今天大家平均買的成本 就是在199 那明天會不會開盤 在199 198 或是200 直接開過去 直接再供一支漲停板 各位 不要猜 不要賭 我們做股票 絕對不猜 絕對不賭 中小老師要告訴各位 同學的就是 你不要猜 不要賭 那 怎麼 怎麼樣 就可以知道明確的答案 來 加賴 分享 標股的攻擊模式 昨天 有同學 跟我們做聯絡 他說 看我的節目 也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那就很高興了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就真的很高興了 所以我在這裡跟你講 驗證 才是最大的成績 有買 有賣 獲利要放口袋 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要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全訊爆出 一萬七千多張的大量 我們看一下電腦圖 一萬七千多張大量 今天有上影線 上影線大概10塊錢 對不對 但是今天也是收紅K 因為今天的收盤價 比開盤價還高 所以今天你只要開盤去買 任何一個點賣 你都賺錢 那明天會不會繼續這樣 你在這裡 就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好 軍工概念 全訊是做什麼 它是做飛彈雷達 全台灣唯一的 其實還有一檔股票 在我的Telegram裡面 也有寫到 在我的Light 8裡面 也有寫到 這一檔股票叫做 叫做什麼 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 各位看一下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看到沒有 各位 隆德造船 今天盤中最高 來到146.5 離漲停板差一點點 收盤價還很高 我們看一下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 已經創下了新高 它前兩天有拉回 拉回昨天很厲害 從119塊拉到 漲停板136塊 那今天最高來到多少 最高來到146.5 它創新高了 它已經創新高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軍工是最近最熱的題材 本來做股票 就是跟著題材走 那 業績 當然沒有問題 全訓 既然是做 這個所謂的 飛彈的雷達 各位 那是完全No.1 業績 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了解 真正的產業 你要了解真正的產業 各位加LINE 好不好 加LINE 分享 我會告訴你 裡面會講得清清楚楚 好 漲的股票 當然要講 跌的股票 當然也要講 昨天你看到沒有 郁金光昨天漲了十塊錢 今天的郁金光呢 今天的郁金光呢 盤中繼續漲 昨天漲十塊 今天盤中還漲了五塊 等於漲了十五塊 那你同學會問 哎呀 老師 郁金光 今天收最低耶 今天可以現股當中 那因為電子股的賣壓很沉重 但是他盤中一直都沒有跌 你看到沒有 他是最後一盤收在最低耶 那明天他會不會開高走高 因為今天收三百九嘛 今天最高三九七點五 三九八沒過嘛 對不對 那明天他在這裡 會不會在這裡做衝出去 看一下 這個叫MACD 零軸靠攏 看一下KD也靠攏 外資在買 今天融資應該是增加的 融券百分之百有增加 那明天會不會讓你再賺十塊錢 各位 那你一定在這裡就是怎樣 就是看加LINE分享表股 那今天在這裡跌得很深的 跌得很深的 我們不要講 我們剛剛跟你講過嘛 3006的金豪科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沒有 我們有就要講有 沒有就講沒有 金豪科這兩天長很兇 看一下 但是他唯一比較大的問題在哪裡 這裡有一條年線 各位看到沒有 各位同學 我要教你喔 這裡有一條年線喔 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來我告訴你 為什麼年線那麼重要啊 為什麼你的操作 一定要先了解 年線的重要性 我們下半場再回來 好 剛剛鍾翔老師特別分享囉 找這個趨勢股呢 一定要跟著題材走 不過呢 你還是要觀察它的量價 籌碼 還有剛剛老師特別提到 年線很重要 到底哪裡重要 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替你分享 歡迎回到標股及先鋒 剛剛鍾翔老師特別提到 買賣個股一定要觀察它的年線 是它強勢還是弱勢的指標 到底年線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趕快請老師聽我們分析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要教所有同學 你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這一波反彈上來超過3000點 那為什麼有的股票可以漲一倍 那我認為股票 大概只漲10% 20%就跌下去了 就上不來了 對不對 你要檢視你自己手中的股票 是不是比大盤強 漲完一倍的股票 後面還有一倍 跌升反彈的股票 你搶反彈 我第一天上節目就講 搶反彈跟搶銀行一樣 你搶到了你就跑 搶不到也是跑 因為你賠不多 舉例來說你一檔股票 一搶錯了 你賣掉 賠個一趴兩趴沒關係 我隨隨便便 讓同學賺 三支漲停就回來了 難道不是嗎 來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大盤的指數 今天大盤重挫128點 你看看這裡有一條叫年限 他年限是怎麼過的 他是在今年的農曆過年以後 他直接跳空大漲了幾百點 四百多點 然後就一直站在年限之上 好 很多同學就會問 老師 為什麼有的股票會漲 為什麼有的股票不會漲 對不對 好我們一檔一檔分析 像愛屁股 好我問你 四星是不是 從五百塊漲到一千三 漲了一倍了 四星的年限是不是已經站上了 對不對 再看下一檔 艾普 他的年限 你看 這裡 這裡 你看一下這裡 這裡 他的年限是 跳空長紅 過了以後 再攻 所以艾普才可以讓 各位同學 一百六十五塊買 你可以賺五百萬 就是這樣賺的 那既然他能夠漲一倍 他休息以後 他還會再漲一倍 對不對 你看 這裡是誰在買的 外資 投信 自營商 全部都是大人在買 難怪 他可以從一百六十五塊 漲到三百四十二塊 對不對 這就是年限的威力 你要看一下年限 四星也是年限 艾普也是年限 力旺 他可以從不到一千塊 漲到兩千塊 因為他的年限是往上 對不對 好 M31 他可以從三百四百五百 一直漲到創新高 對不對 那這種股票 你上下來回做價差 都可以賺錢 好 創意也是一樣 但是金星科不一樣 為什麼我跟你講金星科不能買 老師 同樣是IP 為什麼金星科不能買 他要舉辦法說 為什麼你們不買 你看 他都漲不上去 而且今天一根長黑 還破前波的低點 智元 很多節目在分析 說智元要落後補漲 那我問你 他的年限是不是往下彎的 艾普都已經漲一倍了 艾普在一百六十幾塊的時候 智元在一百五十塊 現在艾普已經漲到三百多塊了 智元還在兩百塊以下 那我問你 你要去賭 智元會補漲 或許三個月以後 但是絕對不是現在 那如果智元三個以後會補漲 那艾普搞不好又漲一倍了 各位同學我講的話要聽得懂 對不對 你不覺得 如果你在去年年底 今年新春開火買 你買的是艾普 你不是買智元 你已經賺一倍了 對不對 事實驗證 不用在那邊 比較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天玉來看一下 他這裡是不是有條年限 他是不是跳空漲停 再半根漲停 再漲停出去 我問你 大盤重挫那麼深 天玉盤中還翻紅 天玉盤中還翻紅 還不跌 收盤 可能有當沖 跌 一點點 那我問你 那如果明天天玉 現股當沖 搞不好開低走高 又可以讓你賺個五塊十塊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不一樣啊 為什麼不一樣 年限 對不對 各位了解吧 好 那那我問你 玉金光 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都都在年限之上 這也有條年限嘛 所以很多同學在問 老師 那星星南電你怎麼看 你看一下星星 我問你 他有沒有反彈一倍 沒有 有沒有反彈五成 沒有 有沒有反彈三成 沒有 大盤跌 他就跟著跌 跌得比大盤還快 因為他年限在上面的反彈 都過不去嘛 南電也一樣啊 今天人家莫名其妙跌一點點 他給你跌個十塊錢 不能說少耶 你十張就十萬了耶 對不對 那我問你南電有沒有上去 沒有 因為他年限一直過不去 所以你在這裡加入我的 賴裡面 就會講得清清楚楚 我們不要爭辯 我們做股票 是做中線 短線 長線 你有賺一倍嗎 你有賺一倍 我恭喜你 你賺一倍 你還可以上下來回做價差 對不對 一個老師 誠信 就是每一檔股票 只要是同學的股票 我們都要分析啊 不是漲的就講 跌的就不講 各位 我在這裡講得很清楚 那我再問你 長榮 要配七十塊錢 七十塊 現在連一百七都賺不上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配七十塊 現在一百七都賺不上 那如果配七十塊下來 如果沒有站上一百七 譬如說一百六 一百六配七十 下來變九十 你知道嗎 那你說 老師 我要參加出席 各位七十塊很多 一張七萬 十張七十萬 那你知道參加出席那麼多 你有錢人有個二十張五十張的 你要知道 你除了要繳二代健保費 你還要繳所得稅 所得稅高的話是四十五趴 那麼平均二代健保費 就算二十趴好了 七十塊 你七十萬 七十萬扣掉二十趴 你就十四萬就不見了 十四萬各位 對於你的股價來說 十四萬等於兩根漲停板 所以你認為如果長榮漲上來 你手上有的要不要先賣一點 你一定會說老師我賠很多 先賣一點好不好 所以各位 我講的都是正確的觀念 這個LINE裡面都會交代的清清楚楚 最近也很高興 很多同學加入我的LINE群組 當然你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當然你們有持股診斷的機會 當然你們可以看著我的LINE群組 來驗證 因為很多同學都說 老師講的都很準 講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講的跟做的都一樣 完全讓你驗證 絕對不會用欺騙的方式 我們做什麼就講什麼 對不對 最合格的老師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同學 你還是在這裡加入LINE群組 那你一定要想標股的模式 當然任何時間都有標股 軍工股在漲 軍工股就是標股 對不對 前兩天大家都說儲能股 儲能股漲很多了 你要再去追嗎 市電漲停板 今天就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 漲到天花板的股票 在高檔震盪的 你在這裡就不需要再去追高 因為你很可能是最後一隻老鼠 但是底部剛剛上來的股票 你還在這裡不介入 還有到半山腰的股票 你不敢買 未來你就錯失賺錢的機會 我們交換給主持人 好 謝謝林中堂老師的分析 提醒您投資有風險 買賣前應審慎評估 更多的排斥分析 明天投一時間